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经文一开始 必另有安息日的安息 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就是前面提到 约书亚如果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已经安息了 那为什么还需要有另外一个安息呢 所以我告诉你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就是人只说他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就是那个完全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 是为你神的子民所存留 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声音上说你要尽力的 竭力的进入神的安息 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很竭力的做主的功 可是你有没有竭力进入神的安息呢 我们看下一页 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 不是停工 是在工作里面安息 不是说工作就不做了 是在工作里面安息 你边做边安息 边安息边工作 我们看下一页 亚当有工作吗 大家觉得伊甸园是个乐园 所以应该就是混日子就好了吗 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就很像有一天 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 你还有没有工作 你有工作 就很像亚当一样有工作 但是那工作却不是很大的压力 却不是虎口而已 我们看下一页 他的工作就是 开心的享受上帝 这美好的伊甸园的园子 然后他需要去耕种吗 栽种吗 施肥吗 把所有的树种好吗 没有 树早就长好了 园子弄好他才来 神把动物在他面前 当人在安息的时候 神就动工 当你安息 神就会动工 当你努力工作 很多时候你打坏神的计划 当你用自己的力量尽力去做的时候 上帝不能够跟你一起做 因为他要你安息 他要你安静下来 然后他能够做 我们看下一页 就很像马可福音4章2627节提到的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 撒撒撒 撒在地上 然后就去睡觉了 黑夜睡觉 白日起牙 这样就发牙见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在睡觉的时候发牙了 请问你不睡觉 他会不发牙吗 不会 你睡得少一点 赶快去看他 他会发牙比较多吗 不会 你负责撒你的种 然后上帝让他发牙 他就慢慢长成了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是这样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耶和华做的木酒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 让你可以睡觉 可以安歇 可以休息 你要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做的工作看得太大 然后把我们自己 好像觉得 我好像是那个成功与否的答案 不是 耶稣已经成功了 你跟他同工 彰显他的成功在你的生活里面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躺在青草地上 让神领你到可安歇水边 给你竭力进入神的安息 再看下一页 你看这个经文 《创世纪》二章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你看亚当这个人是孤单的 这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 就一个人类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灵 他到他那人跟前 你会发现那个红字的重点 他就睡了 如果亚当一直做一直工作 他到处去找说 他可能看到大象 公的大象摩的大象很开心 他可能看到鸵鸟 公的摩的鸵鸟跑来跑去的 他就觉得那谁知道 我的老婆在哪 然后一直找 都没有办法找到 为什么 因为他要睡着 神要使他沉睡 神才能够为他带来那个他的太太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你努力去做什么 当然不是告诉你 你就开始每天回家睡觉 不是叫你每天回家睡觉 你要做的事情是跟神同工 让他引导你 他带你安息 你就要安息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经文 这就是最后一个经文 他就睡了 你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你必须安息在神的面前 很多时候你就说那我怎么安息呢 你所需要的事情就是 你把眼睛闭起来 主耶稣 我把我的重担交给你 主耶稣 我把我今天碰到各样的问题交给你 你把各样的压力交给耶稣 在你的心里跟耶稣说 主要我把这些交给你 然后你想象这些真的交给他了 让我为你祷告 让你来经历这样的安息 亲爱的耶稣 我求你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进到真正的安息里面 主要我把我今天的工作 把我今天的人际关系 把各样的事情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你赐下你的平安 赐下你的喜乐 赐下你的爱 然后我说我交给你 我就安息了 然后你来成就 我就不再做了 直到你再引导我继续做这件事开始 主要我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真正的节入进入神的安息 奉耶稣祢祷告 阿们 祝福 在这边 你还能给你带我 你带我 你带我 好像你带我 你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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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那你带我 带我 你带你带我